畫面先切一下 那早上的話呢 就是雲端上面的下載 我們用4K Video Download這個軟體 另外當然如果說 這邊額外補充啦,不過這個補充部分的話 那你程度比較好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這邊下面有一道 TuneMatch的這個軟體 那它是負打名是.apk 那這個是做什麼用途呢?這個主要是 如果你希望在你的手機上面 擁有類似於什麼 類似那個 4K Video Download那個功能的程式 那你可以安裝這個叫TuneMatch 不過這個TuneMatch這個程式 他們比較特別是說 因為他在那個Play商店裡面呢,他是找不到的 因為我在想說因為也是 就是Google跟那個智慧型,這個手機 是跟那個Google,跟YouTube Google是同一家公司,那同一家公司的話呢,相對 他這個地方呢,他當然會不太願意你也做下載的動作 所以 他變成要額外安裝 那也就你在Play商店裡面 你找這個軟體找不到 那他這個軟體基本上也非常非常簡單 使用的方法跟那個 4K Video Download差不多 那只是說呢,你找到影片,你一樣可以把它下載 所以像我的習慣,像要出國要坐飛機 有時候那個飛機上的一坐,可能就要 做個好幾個小時 那現在的飛機上面呢,基本上如果你是搭聯航的話 聯航上面就沒有那個什麼 播放的那個影片的裝置 那你會 非常無聊,所以像我的習慣 如果你要長時間 然後你又要沒有網路的 沒有辦法看東西的話,我就把 這個App裝起來 之後的話呢 在機場先下載一些影片吧 然後呢,飛機上還可以看 不過這個軟體安裝的 可能需要有一點 你對於那個手機了解 OK 那這個安裝的方法 第一個啦,你就是 在手機上面 一樣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 我們這個網址 GOO.GL 一樣輸入到 因為手機上一樣會有個 一個Chrome的瀏覽器 那你一樣呢,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 GOO.GL 因為 到時候等一下 我看有沒有可能用手機 來Demo給各位看 然後 一樣輸入一個網址 輸入網址 它一樣會找到這邊 我是有把那個工具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下載 一樣 04 工具程式裡面的下載 裡面會有這一個 那這個是給手機安裝的程式 所以它的那個後面的副檔名叫.apk 如果你 假設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可以 直接把它下載 裝在 安裝的話呢 它會提示你 不過 安裝前因為這個ap 安裝不是直接從 Play商店安裝 所以它提示你說 你這個要把那個位置來源的 那個選項打勾 就是安裝的話不是從那個Play商店 所以位置來源的選項 那個設定部分要把它打勾 他就幫你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你手機上面就有類似像 我剛秀給各位看的這個app 那這個app的話使用方法 跟那個4K video 邏輯差不多 反正一 你先去搜尋 你要找的影片 二的話呢 只是說呢 我們之前是把它貼上 對不對 那 這個 它不是用貼的 它是在什麼呢 在這個影片的 上方 會多出一個箭頭 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箭頭按下去 它就會跳出這個畫面 你要抓的是哪一個 跟那個4K video一樣 你要哪一種解析度 那我講過 通常如果 放在手機裡面 通常就是360 看後面這個數字 或頂多是480 盡量不要用上面這個 不然的話這個 浪費的空間會蠻大的 除非你的手機的解析度比較高 否則的話其實蠻浪費空間的 那你就怎麼樣 可以直接把它下載 那底下當然它會包含聲音 它沒有像那個4K video 把它分開來 它是放一起 如果說你只是希望 也許你在飛機上你不想看影片 你想要聽音樂的話 你可以下載它的那個音樂 MP MP4 MP 不然它這個MP 它是M4A 不過播放也沒有問題 實際上它是副檔名不同 其實裡面東西是一樣的 那另外你想說那老師那這個 可不可以下載一個播放清單 其實也可以 你如果找一個播放清單 下載它也會 把那個所有的影片跟那個4K video 邏輯是一樣的 不過因為 這個可能需要手機上的 這個 使用 所以 複雜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 如果你有需要在手機上面 去下載那個 YouTube的影片的話 可以用這個軟體來做 OK 那這個是額外補充跟各位說明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 如何 安裝解碼器 我在剪輯之前 可能還是需要先 安裝解碼器 因為如果你的影片無法播放 那當然就無法剪輯 所以你沒有 撥不出來什麼剪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能夠安裝那個解碼器 那早上我有講過就是那個解碼器的位置 也是一樣工具程式 第二個 播放 用影音 與萬用解碼器 那這個萬用解碼器我們可以用那個K-Line Co-Pack 這個程式 那基本上 我覺得這個程式還蠻方便一點 就是說 他基本上把你 坊間所有的那個解碼器 通通都打包了 另外的話呢 你不要再跳這個 先略過好了 直接把它執行起來 那 他除了說幫你安裝解碼器之外 他也幫你裝了一個播放器 那個播放器 我覺得比那個內建的還要還要快 因為我們內建那個Windows Media Player 他有時候打開開好久 而且呢 其實還蠻吃 記憶體的 所以 他也有一個是 我覺得執行效率會比較高一些些的 他說有一個新的要不要去看看 FOR好了 先FOR 他是說有個新的版本 我們先選FOR好了 因為這個版本可能有點比較舊的 然後他會提示有沒有新的 那我就直接NAS NAS NAS 反正呢 你就用NAS預設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install 那大概 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就會幫我把 所有應該裝的東西 通通裝進來 你想說裝了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解碼器 包含了影片的 跟那個聲音的解碼器 那我們直接 裝好之後的話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他的不同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下載那個什麼 我記得是 MKV 本來他是無法 無法播放的 那如果說你要能夠播這個MKV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解碼器安裝完 裝完之後的話 他裡面就會有那個MKV的解碼器 那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MKV去做做播放的動作 所以這個可能是第一個 我們需要把這個解碼器安裝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當然還有放 兩個可能你可以需要 你要裝不裝都可以啦 下面這個有個QT 這個叫 QuickTime 那QuickTime呢 如果你有用Apple的 Apple公司出的 像iPhone iPad 或者一些什麼 那個相關的裝置的話 那 Apple公司呢 他的解碼器 就是QuickTime 所以你如果有 使用那個Apple的產品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解碼器裝一下 因為他可能有授權的關係 所以他沒辦法打包進來 另外第三個還有一個就是 RealPlay Real 相關的那個解碼器啦 如果你有在 什麼副檔名是.rm 或者什麼rmvb之類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 不過這兩個 是可裝可不裝 OK這個是延伸性的 因為 有一些 我剛剛講過了 95%的影片應該 上面這個都可以滿足 但是有部分呢 可能比較特殊的 那就是把這兩個再裝起來 我想應該把這99%的影片應該都 都可以播了啦 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可以播 你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剪輯 那我們要怎麼去剪輯 那我們待會再來看那個 後面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可以剪 也可以合 可以剪輯也可以合 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你會發現裝好之後 他這邊也會幫我們 跑太久了 他會在我們的 程式集裡面會產生一個那個 一個一個 程式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後面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確定你那個 這個 解碼器是有安裝 再來我們待會呢 才有辦法做剪輯跟合併的動作 少部分的狀況 可能還是需要重新 怎麼樣 從 少部分的情況下可能需要重新開機 有些解碼器 那目前看起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ok 有